宏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3年法人说明会 首先介绍与会人员 各位贵宾右手边的是郑树发总经理 各位贵宾左手边的是发言人郑碧玉台务长 接下来请郑总经理致辞 大家好,谢谢大家来参加宏格科技的法人说明会 宏格科技着重于本业的发展及推广 在前提与员工的努力之下 我们客户景气的波动 那我们也积极寻求业绩的稳定成长 那我们会更积极在各个领域中来推广 及应用我们的产品 那以下是我的简报 那大概分成三个部分 那第一个是简单的说明公司 那第二部分会有跟财务相关 那第三部分是Q&A 那第一部分宏格科技的简介 那我简单的说明一下公司最近的营运的重点 那我们宏格科技成立于1993年 那2009年上市上跪 那我们的资本额现在是6.39亿 那我们基本的有ISO的认证 那基于是个股东 员工及顾客的跟经销商的四大面向 我想股东就是我们最大的拥护者 那员工是宏格科技的最大的资产 那当然客户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那清销商在这当中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公司产品 怎么到顾客的五行的桥梁 那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推手 那宏格科技是以资料崛起 崛取为核心 那包含了怎么样的资料收集运算及控制 那再来是资料的传输跟通讯 那这包含了五个C 就data collection data computing 跟control 跟设备的connection 及所有的communication 那这是宏格最重要的 那我们所扮演的 就是提供给所有的应用的一个资料的提供者 那我们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 大概有以下八个面向 一个是built in automation 就是智慧 一些的这种楼宇 那再来是智慧交通 还有一些智慧的农业 那智慧工厂 那再来工业物联网的应用 其国土 水文资讯 还有其他的一些资源的角色 那再来是现在跟制造会所有相关的智慧制造 那我们这两年要主要推广的就是能源的管理的应用 这是我们最为广大 这个面向应该包含了大概几乎无所不包 那以宏格科技来讲 在台湾总共有五个据点 新竹现在这里就是宏格科技的总公司 在湖口 在台北板桥跟信电 及台中及高雄都有分办 那大中华区我们有两个全职的子公司 一个是上海的金鸿格 那另外一个是在武汉的鸿格通 那我们的产品从一开始就定位为全球的销售 以自我品牌行销到全世界 包含了五大洲 那欧美、非、蓝美或是其他地方 全部都包含 那我们 营印现在的最为重要的策略 就是能源相关 还有ESG 因为最近有永续报告及探盘查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最为推广的重点 那以能源的解决方案来讲 我们从 我们有五大个面向 第一个是从 发电 从发电端 不管是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 或是其他再生能源的应用 到我们的电力的品质 你可能到工厂 你可能有到配电站 所以我们 再来是你的设备生产 或是其他的 不管是灯光 或是空调的用电资讯的取得 那可能 到设备 智慧制造 你所需要的七台的状态 或是到最后 你可能需要的 预造诊断 我们所有这个能源的解决方案 从上到下 全部都可以应用 到这几个面向里面 那重要的是 我们把这所有的 不同的地方 那如何来做资料呈现 我们开发一个IoT-Star 就是可以把统合各个面向所需要的资讯 来加以呈现 那以Green Energy来讲 我们包含了新能源 刚刚有提到太阳能发电 风力发电 或是所谓的离岸风电 我们都可以加以应用 那最重要的设备资讯的取得 或是用电资讯的取得 我们有电力的 从电表到电表集中器 或是更大的应用 我们都有涵盖 那ESG方面我们就包含了 可能不只是环境面 还有跟健康 或是跟安全相关 所以我们可能包含了 所谓的公安 或是人员的安全 或是资讯安全 那第一个就是跟空气品质相关 那有空气污染的法规 所以我们有COCO2 及有毒气体的政策 我们有这一系列的产品 这个需求越来越多 应用的可能 你的居家办公室 或是说健身房 或是其他地方 大型公共空间 都需要这样的品质的监测 那工业安全 红外线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 你的配电盘 或是不正常 或是一些电动车 或是这种电池的厨房系统 你要去监测它的温度 或是其他有没有发生火災的问题 都可以用我们这样的解决方案 再来是所谓的设备震动 的解决方案 这个就是所谓的预造诊断 我们除了要提高我们的制造产能之外 我们如何预望我们设备不正常的当机 或是提前的告知 就有赖于我们这样的解决方案 在这所有的应用里面 资料的取得非常重要 我们是这样的扮演者 那所有的资讯或是资料信号的种类 以温度最为多样 那也最广泛应用 那我们除了过去的这种 比较慢速的之外 我们有更快速 还有多channel的这样的解决方案 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使用者 那现在半导体的行业最为热门 尤其是在台湾 那宏格科技 在这个里面也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我们提高了 从过去的 不只是自动控制之外 我们有很高速的这种 公共的解决方案 从IO到运动控制 及编码器或是其他的解决方案 因为Ethercat 这个是一个公开的标准 最为快速 那这样价格性价比是最为优秀的 那宏格提供 在半导体设备业有这样的完整的解决方案 那现在的智慧制造 大家最强调的就是所谓的IT 以OT如何来整合 那宏格科技 那在这方面也提供了更完整的解决方案 我们是从过去的M2M到现在的设备联网到OT IT IT的整合 我们是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系统整合者 那我们提供更多更完善的解决方案 可以让客户一站式的提供他们所有的整体的解决方案 那最近最为热门所谓的AI的应用 那我们除了大家集中在AI的伺服器的建置之外 我们宏格科技更提供所谓的Edge的AI 那我们希望有这样的控制器可以提供在不同的应用 让客人有更多的选择 那最后事实上我们宏格科技最想成为所有的客户 或是当你有需要应用到工业物联网的一个最佳的伙伴 因为我们是一个有很创新的设计 那最重要是我们产品有100%的QC 有很高的品质 那很高的性价比 很重要是我们提供很重要的客户的服务 那ODM是我们能力是最为强大的 我们希望可以带给客户更好更多更满意的这样全面的解决方案 那另外大家很关注的就是宏格科技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 这种事业处就是有关于生意方面 那宏格科技所谓的TPU的这种原料的制造者大概我们有 CNL4类4项的产品 大概就把它分成是所谓的ARP、ALP、ALC跟ARP 那重要的是原料它我们有很完整的规格 那重要我们提供有不只是有透明的或是可加硫酸被或是乌丝 另外我们也提供有配色的这种客户的选择来提供满足客户的需求 那以2024年的销售来讲 我们ARP的销售比大概占了74% 大概是将近四分之三 那其他ALP及ALC 销售比例大概是20%及6% 那我们产品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规格齐全 那可以刚刚有提到的 我们有配色及显影器的这种选择 重要的是我们有很好的品质 那交期也是非常短的 可以提供购物很及时的这种服务 那我们整个销售的比例来讲 我们以亚洲大概是占掉56% 那欧美大概是24% 那Local的话大概是20% 那我们除了销售之外 重要的因为我们在本年度 因为我们的这种产品从这两三年才慢慢推出 但是我们今年已经客户 已经饰料的客户已经变了很多 那我们重要的是透过我们的行销 那我们在2024年总共有五个行销活动 现在已经进行三个了 那以当下现在这三天在大陆也有一个 meditake chain 我们继续我们的从技术跟销售人员跟F1 都在大陆现在是刚好在参展 那我们期望往后会得到更多的客户回应 那这个医疗籍的TPU 它最主要的应用就是在医疗产业的应用 那可能在不同的装置上面可能有侵入式 或是这种要插入式 或是要放在身体比较久 我们大概应用的种类也非常多 那很重要的是我们也通过了有两项产品 已经通过90天的熟入式的试验 那生物的相同性非常高 那我想会满足有这样需要的衣材的应用的需求 那另外的我们也在开发新的产品 我们所谓的工程用的 或是比较更低的硬度的这种产品 那我们已经快要推出 那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客户 会采用我们这样的产品 那以上是我的简单的报告 大家好 那接下来就财务面的报告 那有关这个合并财务报表的部分 我们到半年度我们的营收是4.86亿 那销或毛利大概是2.55亿 本期净利大概是3,669万6千 每股盈余是0.57 上半年度其实跟去年上半年比 是稍微下降了0.3个百分比 可是因为7月跟8月我们 7月有0.82 然后8月有1.34亿 所以其实截至8月是7.02亿 它是比跟去年同期比 是有成长的大概2个百分比 那在这个合并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部分 我们占最重的比率的部分是不动厂 还有厂房跟设备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大概是43个百分比 大概是7.14亿 那我们刚刚有介绍 就是我们除了总部这边 就是湖口总部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二厂的部分 然后还有我们台中跟板桥跟新店 那个都是我们自有的资产 所以我们的土地大概是3.41亿 然后建筑大概是2.66亿 所以整个这个合并的这个 产房跟设备的部分是7.14亿 那第二个资产占比比较大的部分 是存货的部分 存货的部分大概到6月底 存货金额大概是5.51亿 那这个也是相对于我们去年 其实去年的7月 大概是我们整个存货金额最高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就是逐月的 在有效的控管下面 我们从去年的这个6月的这个6.84亿 那到今年第一季的5.8亿 那到那个6月底的5.51亿 那这里头我们都是因为经营团队 做了一些存货的有效控管 那接下来在我们区域的部分 我们上半年度 销售销售台湾内销的部分 大概是占了39% 那亚洲除了台湾的部分 除了台湾之外大概占了28% 所以整个亚洲地区就是大概是67% 那接下来是欧洲 欧洲大概占了24% 那美国是8% 那这个大概是我们整个区域 那以上半年来看的话 成长最高的部分 还是在台湾内销的部分 那在这个合并 就是研发费用占合并营收的部分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一家很着重研发 开发的一个公司 那每年度放在这个研发的费用 都是 就是除了2022年之外 其乎都是在20%以上 那这个也是我们将来这个营收成长的动机 然后我们历年的这个鼓励的分配 我们是采取一个比较稳定的鼓励分配状态 那111年的话是有配了1块钱的股票 1.5块钱的这个现金 那去年的话是1块钱 那我们整个分配率大概都是占 大概都是7成左右 好那以上是整个财务业务 跟经营状况的这个报告 那谢谢大家 谢谢总经理以及财务长丰富的简报 接下来是意见交流时间 各位贵宾有问题可举手提问 会有人员协助滴麦克风 请财务长协助主持 好现在是这个意见交流问答的时间 那欢迎各位贵宾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举手提问 谢谢大家 请问 可以可以直接问 可以可以直接问 那我想问一下说有没有各产品的重断应用领域的债比 然后还有毛利率的区间 因为刚好像没有特别提到说 各产品应用的领域 或者是以产品类的来区分 那 就我简单的回答 就我简单的回答 因为 分成三大类这样去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区分到每一个产品 应用在哪里 被什么应用 因为它用的实际是 就太广了 我们没有办法说针对单一产品 把它的毛利率把它划分出来 那那个三大类的质量可以特别透露吗 其实我们都是偷偷舍如循 那个去把它 我们没有对外公告 只是内部做一个区分而已 这样子 对外还是一个大的公控产品 这样子 所以会不会有时候可能 生医部门或什么部门 什么不能营收 这样的比重业务 不能透露 我们 其实现在 那个生医的部分还是很少 还是都是以工业控制这边为主 这样子 对 好 可以请教一下 那个生医的部分 可以多讲一点吗 就是 关于你的那个年度的营收 或者是说你产品的一个方向 还有就是 好像跟工控就是 那个方向有点比较 就不一样这样子 就是可不可以多讲一下这一块 因为生医本来就是跟工控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生医是材料 那医疗的应用它是导入期非常长 所以我们是现在才还在非常初接在开发客户 客户在试用的阶段 所以这个跟工控 因为我们工控我们成立31年 所以31年跟这个 才产品刚推出 这个是有很大的落差 像这样的技术人员 还有 Sales或什么是真的跟工控完全不一样 再问一下就是那个 做生医那一块 那个我们 我看那个TPU 我记得国内也有比较在做 那就是我们 分对医疗这一块 还是说怎么样 就是比较想要 有兴趣就是知道那个 就好奇 就是因为我们公共做31年 怎么会去做这种材料的东西 因为这个人员 那个应该是完全不一样 大概是这样子 如果不满理说 因为我们会投入生意这个 最主要是 这个是技术也是来自于公公园 最主要的这个团队的负责人 跟我们创办人是有亲属关系 那不知道还有没有 还没有人要提出就是交流 就是在 就是在 智慧工厂这边的一些 未来的发展或布局 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可能在 自动机械手臂 或是机器人相关的应用是越来越多 无论是 在工厂或是各业上 那各位请教一下说 我们家在这一块有一些看法 好的 这我回答一下 因为我刚刚有讲 是说我们 最主要分层 我们在工控里面 我们在智慧制造里面 我们不管在哪里 我们是一个资料的提供者 那我们以资料 要结局为核心 那如果偏向 大家现在只有看到了 也就是 机械手臂是比较新的应用 但是实际上 机械手臂已经做了非常久 只是现在因为 有比较成熟一点 那这个里面 我刚刚有讲到 我们有 Ethercat这种解决方案 我们有部分产品 也有提供给 给这样的 台湾的制造机械手臂的公司 而当作选用之一 因为他们有 这个多样性 那机械手臂 从以前做到现在已经非常早了 实际上我们的创办人 也是台湾第一代做机械手臂 所以我们对这个有清楚 但是它有它的 复杂性跟困难度 那我们也有提供这样的产品 给不同的厂商 在应用 所以这一块 我们本来就已经有了 好不知道各位来宾还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今天法人说明会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各位贵宾七零本公司 参加这一支的法人说明会 祝大家健康平安 事事顺心 谢谢